美伊里亚在浪剪四的初舞台节目《极乐净土》 一出场就一记绝尘 带大家重回二次元 血型网络世界的奔腾年代 有网友说 美伊里亚带着她的极乐净土 来了个二次元文艺复兴 到底是什么魔力让《极乐净土》成为一代神曲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极乐净土》的来世今生 《极乐净土》的问世要追溯到2016年 它是游戏阴阳师的宣传曲 由日本音乐团Garunidalia创作 大家好,我们是Garunidalia 我是Toku 我是Media 《极乐净土》由美伊里亚作词并演唱 Toku 普曲 曲风有着鲜明的和风色彩 再加上有特色的蝴蝶布和花魁舞 结合为舞蹈搭配的服饰 完美地将传统歌舞技文化和流行的二次元文化进行了融合 在《极乐净土》舞蹈PV被发布于网络上之后 随即引发了网络爆红现象 直至2023年 《极乐净土》在YouTube上的播放量接近1亿次 在B站以2亿2千万的播放量排名第一 是B站著名西岛神曲 真正定义了什么叫异曲带火整个平台的奇迹 而美伊里亚一再视频里出现疯狂的弹幕能密集到把人都淹没 有网友如此形容《极乐净土》血洗B站时的火爆 路过B站的狗都要被抓来学《极乐净土》 《极乐净土》 当然这也引发了国内外无数博主和路人的翻跳 甚至连周深、谭松韵、肖战 这几位内语点流都曾翻跳过 在大众印象里经常是站着唱慢歌的周深 在唱《极乐净土》时表演了全开脉唱跳 美伊里亚听过后多次表示想和周深合作 谭松韵在一次综艺节目上顶着一头可爱的公主切跳得极为熟练 着实小火灵一下 肖战还在X49少年团时靠着翻跳极乐净土成功出圈 这也是肖战粉丝最津津乐道的名场面之一 还有这位物理老师在课堂上跳极乐净土 网友表示 怎么我没有这样的老师啊 那我就不会上课睡觉了 但在所有的网络版本中 这个CK小哥的版本被称为最有灵魂的一位 大家觉得呢 时隔六年CK小哥再跳极乐净土 应援美里亚 2017年索尼音乐推出极乐净土中文版并重新编曲 由2016年召集女生冠军圈九于2018年正式发布 后续那么多翻跳版本 而美里亚的版本被称为万恶之源 而她也被奉为了宅屋女神 极乐净土对二次元来说 就像是最炫民族风对于广场舞大妈的意义 许多二次元彼此约定 等咱们老了后跳广场舞就跳这首歌 其实也不用等老了 现在上海大妈的广场舞都已经换成极乐净土了 极乐净土传播度这么高是有音可循的 在节奏方面 极乐净土采用了四四拍 拍点非常明显 旋律也属于直接入耳形 很洗脑 编舞也极具风格 包含了大量的蝴蝶布 花魁布以及手部动作 观赏性很强 而歌词的意思大概是 当那一轮明月升起之时 点亮的红灯落 庆祝鼓声响起之时 翩翩起舞的幻蝶召唤着我们 如果想做点有趣的事 那就来极乐净土吧 其实很少人会仔细钻研歌词的含义 因为人们沉迷于轻快魔性的节奏 目不暇接于小美金言的舞步和服饰 二次元歌曲的去意义化 就是它最大的意义 二次元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 动漫 动画 游戏 是鼎立二次元文化的三组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人物的虚拟性 非现实性 在那里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 没有永无止境的业绩指标 没有长辈的催婚催愈 只有一片看似虚无 实则清净的极乐净土 从积极的层面来看 让人们在短暂的歌声中 迷醉一会儿 逃离一会儿 也不是为一种解压 一种冥想 罗丽的外表 郁姐的嗓音 只要美伊里亚站跟一起 二次元们瞬间都活了 边唱边跳史 高音稳 低音沉 舞技好 身姿妙 更是让二次元用户和乐迷集挺露出阴幕笑 由于美伊里亚在浪减四的优异表现 现在她的人气段层第一 这是第一次美伊里亚本人的讨论度这么高 希望美伊里亚可以带着她的极乐净土越走越远 这里是有所耳闻 如果大家喜欢请订阅留言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